Hello 大家,今天我们来继续聊一下香港人说话的一些语言特点 上个视频我不是提到过,香港人说话很喜欢中英夹杂嘛 然后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在语言学中被广泛研究的一个对象 它的学名呢,叫做Code Mixing Code Mixing,Code这边是指语言代码 然后Mixing呢,是指混合 然后Code Mixing呢,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出现过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讨论过哪些国家 因为哪些历史文化因素会比较容易产生Code Mixing这样的现象 其实香港呢,就是一个非常typical的例子 然后以下这段的conversation呢,我们在香港人的生活中会经常看到过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喂,Hello,Susan,忙忙现在 啊,好啊,说几句啊 我现在去Tripping Cafe啊,有几时想你麻烦帮忙去查一查的 是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上个星期呢,order了一个delivery 你看到了office 没有? 如果office 没有的话呢 可不可以麻烦你去楼下的security room 看看他们是不是代签了呢? 嗯,好啊,好啊,谢谢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上次我们开会呢 这个proposal真的写得很好啊 是的,我真的很appreciate这些ideas,真的很好啊 不过呢,有几个位置呢,那些wordings我想可以再稍微改一改的 是的,那我写了一些suggestions给你啦 那我放了一个file在你的桌面 是的,是的,在一个黄色的folder里面 你看看吧 好,谢谢 那如果ok的话呢,你可以不可以进略今天下午五点钟之前 改好之后送回给我 那我可以forward给同事看 OK 好吧,好啊,谢谢你 好啦,就这样,拜拜 OK,那其实刚刚那个example呢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夸张 那其实呢,我觉得看人吧 其实很多人说话的时候都是类似会这样子掺杂一些英文的单词在你的句子当中 其实这样子做呢,并不是去show off,去炫耀你的英文有多好或者是怎样 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方便 有些简单的字,比如说send,发送,或者是check,检查,或者是查,查阅 说中文的话,可能没有英文这么方便这么快 还有一个example,就是像比如说你帮我查查,你帮我google一下 如果你说你帮我谷歌一下,这样就特别奇怪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为了convenience,为了方便呢,我们会用英文来代替某些中文单词 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些某些专业的术语当中,比如说特别像是法律界或者是商界 他们谈到一些比较specific,一些比较确切的一些名词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英文的单词 因为香港呢,毕竟是一个,曾经是个殖民地嘛,然后,其实英文是香港的官方语言之一 然后很多各行各业呢,其实他们的正式语言,official language还依然是英文 你可以看到在很多时候签合同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行字 就写着如果中英文版本有出入的话呢,是以英文版本为主的 所以英文版本呢,通常是被人家认为比较可靠和比较权威的版本 那所以呢,有一些行业当中呢,如果他们为了去避免有这种奇异产生呢 就会,依然会用过英文的单词 那么还有个原因呢,就是一个文化氛围的原因 因为香港有很多的海归人士 很多人可能,或是从小在国外长大 然后,之后呢,才来香港这边工作 所以呢,他们的中文呢,可能未必是这么好 很多时候发音呢,可能未必能发得很标准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就会用英文来代替某些他们中文不会说的字 然后久而久之呢,这样的现象,潜移默化到别人身上 然后就自然大家就成为一种,形成了一种这样子的说话的习惯和氛围 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他们想刻意去show off 刻意去炫耀,或者是刻意去表明自己英文程度很好 这样子,其实不完全是 当然了,不排除有些时候呢,某一些人因为某些原因可能会去刻意想说多几个英文单词去展示一下自己的英文的能力 当然这是比较少数的 然后,其实有时候在媒体上面呢,或者是在一些社交网站上面也会看到一些搞笑的段子 来去刻意去模仿香港人这种中英混合的语言的说话方式 不过那些呢,我觉得大家就当成一个娱乐看一看就好了 因为其实生活当中的多数情况 他们的就是中英夹杂呢,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 就是某些字会比较容易被用英文代替 而某些字是不会的,比如说像是delete,send,file,folder,call,friend,这些经常会用英文代替 而某些字就不会用英文代替 比如说,就是我们不会说,你好坏啊,我们不会说,le whole bad 对啊,这样就很奇怪,所以还是一个文化习惯,语言习惯的问题 然后我这次这个video讲的东西呢,也未必是可以代表所有的情况和和所有的人 所以呢,大家看一下,当这个参考就可以了